今天给你分享的故事也很离奇 两个偷懒的德国密电操作员将二弹至少缩短了两年 怎么回事 一切都跟这台机器有关 德国地狱级难度的洛伦兹密码机 它的另外一个亲戚你多半都听说过 恩格玛密码机 但是你看看前者有12个编码的转子 而恩格玛只有几个 也就只有三个或者四个嘛 所以破解起来的挑战完全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实际上它也的确曾经让英国布莱奇利公园里面的 天才破译员们为自己想破了脑袋 都拿它没有任何的办法 安全的简直令人发指 这当然就成了希特勒亲自发号司令的最好工具了 于是普通部队用恩格玛高层指挥官们则使用洛伦兹 你英国人能破译的只不过是我们的非核心机密而已吗 伤害心不高 英国人真的是很沮丧 他们也知道如果破解了洛伦兹的密码 等于就是能够从希特勒那直接拿消息了 改变战争进程不是妄想吗 可是破解密码看起来却是个妄想 直到1941年8月30日这天 两名德国的密电操作员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才让英国人钻进了这个空子 为破解洛伦兹密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天这两个人的一来一回是这样的 首先密电的第一次接收 发生了一些错误 接收员那边并没有成功收到这条信息 然后他就告诉发送员要求其重新发送一遍过来 发送员造作了 但此时他们犯下了第一个错误 尽管有明确的规定在每次发送电纹时都要使用新的密钥 但是他们在第二次发送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做 估计是认为这算是同一条密电吧 没有换密钥的必要吧 好 如果他们就此打住 没有进一步捉的话 英国人还是拿这些密码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好袭来了他们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了 由于这条密电有多达4000个字符 一模一样的重新再敲一遍实在是太累了 于是发送员就偷了一个蓝 在第二次发过去的时候 他缩写了其中的一些单词 从而就改变了这条密电的长度 英国人将这两条密电都截获了下来 并且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是大有文章 由于两条密电使用的是同一个密约 也就是有着一模一样的字符打乱模式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那么只要研究和对比那些发生了变化的部分 就可以逆向分析出这12个转子的工作方式了吧 好吧 做起来显然是比说起来难太多了 但好在是有突破口了 于是破解他的重任就落在了英国数学家 威廉·托马斯·塔特身上了 在第一台现代计算机具象电脑的帮助下 塔特和他的团队不负众望 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把希特勒的秘密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上 因此他们才可以在诺曼底登陆之前 忽悠希特勒让他以为盟军会选择加莱 因此他们才可以在希特勒几节大军 准备在东线发起扭转命运的最后一搏钱 通知库尔斯克的俄军要组好准备哦 因此历史学家分析 二战的结束才会比原来的轨迹提前了至少两年 因此才会有数百万人的生命得以拯救 而这所有的一切呢 只是源于两个大兵的初心和偷懒 是不是离奇到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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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